開箱位於市中心的新酒店 入住之餘還可以體驗日式寺美文化 試下流行打卡、喝咖啡 一起走入中旗丁 是咖啡店的集中地 不得了,我很害羞 但又想看,因為這裡有很多晚南 旅行的意義是盡情玩樂 還是給自己一個喘息的空間? 在每一次的旅程中, take your time 慢慢找到適合自己的方式 就會發現原來旅行就是最好的心靈治愈 魚塘根線每天的乘客數量 可以說是數一數二 現在還加上龐大的旅客流量 Osaka Metro 都在很多不同當眼的位置 增加了即時更新的電子乘車時間表 方便大家留意何時有車到達 這邊就是普通的入閘機 而… 這個就是全新有未來感的入閘機 這部機是怎樣使用的呢? 前面有個相機 然後掃描你的樣子就可以進去 不過暫時只有 Osaka Metro的職員才可以使用 他們希望在2025年 在曼博之前可以給觀光客 可以使用的 希望到時大家都可以使用 有時約了朋友在地鐵站等 但朋友遲到或還有很多時間 就可以過來這條地下鐵路的商店街 走過街 這條地下鐵路的商店街 例如在梅田甲、藍波和天幕前有 其實商店都比較集中 在整條街上 跟香港的地鐵站有些分別 香港的店舖通常會分散一點 不太集中 這邊有藥妝、食物 這邊有賣衣服的地方 還有花店 可以讓大家在一旁轉車 搭地鐵的時候 就可以去逛街、買東西 如果大家看到這些店舖 有這個字 就代表他們每個星期 都會轉新款 即是說是開店店 例如這間甜品店 由2月19日至2月25日 只有一個星期的時間 住酒店住得悶了 怎麼可以搞搞新意思呢 就在二塘根線心齋橋這個位置 就是一間酒店 將一間寺廟和酒店異合為一 就在這邊 這個字面叫三樽子 可以等住客足不出戶 也可以馬上過來祈福 這間這麼特別的酒店 第一時間當然要帶大家進來參觀一下 最大的房間 一進來 其實已經可以看到 這邊有三張床 當然可以在一起 看看風景、景色是怎樣 看到整條 御塘根線的大馬路 其實這邊 如果在聖誕節入住的時候 御塘根線這條大馬路很漂亮 很多燈色 所以他們最高峰 價錢最貴的時候 都會在聖誕節 看看廁所 左邊就是浴室 右邊就是廁所 這個廁所這麼光亮 整體設計 我覺得很舒適 很舒服 因為它全部都是木質感的設計 然後因為都是全新的酒店 去年11月才開 所以都非常乾淨 還有很摩托的感覺 去南市就正了 因為位於頂層的大浴場 還有露天風呂 可以慢慢欣賞到大阪市中心的景色 三樽子在744年 由聖母天皇下令興建 經歷過火災 戰爭的洗禮 2019年12月至2023年的4月 進行修緝 還跟樓上3至15樓的酒店結合 變成了現在這麼有風格的酒店 我一進來的感覺 就是覺得跟神明的距離很近 因為通常大家去寺廟參拜的時候 前面都會鋪著 但這裡簡直是一個教室 所以特別的距離感很近 神明在這裡已經有1200年的歷史 但因為經過二次世界大戰和不同的戰爭 這間寺廟已經復修過很多次 但神明真是很久的歷史 這就是燒香 其實是香 我們拜神都會燒香給神明 怎樣跟神明之間有互動 就是用手、小手指 拿起香香灑在盒上 神明就知道我們跟他之間有互動 也會保守著我們的 現在我示範一次 第一當然就是跟神明打個招呼 麻煩你了 然後用三隻手指 拿起香香 然後放在你的鴨頭前面 以表示感謝的 其實這個動作是 然後放在左邊這裡 這個步驟我們就做三次的 最後做完這三次之後 我要再一次向神明表示感謝 還有你可以有什麼願望 都可以在這裡跟他談判 我在這裡靜坐了一會兒 又的確是可以放鬆一下身心 滋養一下心靈 很多時候如果想感受這些修行體驗 真的要去到郊區比較遠的地方 不過現在在這間酒店 直到酒店大堂就可以做到了 這個抄經跟平時我們做的抄經 有一點點不一樣 因為它中間是一幅畫 你會沿著這幅畫 用顏色和抄襲這幅畫出來 在最後完成整個抄經之後 你需要寫上你的願望 那我就會問 如果我用英文 我希望自己很好的健康 好運 他說可以 寫英文也可以 沒問題 這裡很神奇 因為我們現在的位置 在深齋橋的市中心 抄襲 如果是外國遊客說英文 你叫他抄襠字 難度超高 但畫畫的話 人人都會畫 剛才問到 因為有時候進入這些寺廟 都要注意自己穿的服裝 但它大致上沒有太大的要求 只要你覺得適宜 適合這個莊重的場合 所穿著的服飾就可以了 當然有一件事 就是盡量不要戴帽 戴帽子的話 進去之前也脫下它 就比較好 我畫好了 在我心目之中的神明 是很漂亮和有很多顏色 很開心 最後一個步驟 就是讓他們幫你 這張紀念紙上吸引 謝謝 有它加持 完成 這隻大家都見過 是傳統版本的御手 放在家裡 可以保佑整家 這款是他們特別推出 食得的御手 首先在上面寫著自己的願望 以及你的名字 這邊的圖案 是本身裡面佛像的樣子 如何為之食得的御手 就像平時我們買手信的和菓子 它是用米做成的 經過寺廟加前果之後 吃完之後會更加有活力 是否真的 吃完才知道 是真的 吃完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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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叫食物都考驗我日文的聽力 和說話的能力 我們待會就吃這個 八層這麼高的蛋糕 我剛才看到那邊 有一對情侶是一人一店 有16層的Pancake 我兩人吃 原來日本女生 都可以吃到很多東西 去旅行也是想節省錢 有時候找一些小優惠 好像在這裡吃Pancake 也有很多優惠 但例如 下一杯咖啡 又可以減100日圓 如果你喝完第一杯咖啡 逐第二杯咖啡 就好像這一款 旁邊有個牌子寫著二杯目半價 在喊第二杯的時候 就有半價 然後還有一個位置就是 如果你有這個APP的話 再數一數它 加一個Friend 又可以再減110日圓 這樣就算了 都節省了 都節省了不少零用錢 他剛才一放下來這碟 然後就有一個很香的蛋味 然後飄進我的鼻孔裡 這個叫做搖搖肉醉Pancake 我都不敢搖得太大力 重點要加Maypole Zero 看到嗎 是有八層的 很有蛋味 半生熟 裡面是滑滑滑滑的 中間好像燉蛋 外面就有像蛋糕的感覺 有兩個口感在裡面 這個八層的Pancake 是1000日圓 抬開每一層是大概150日圓 差不多10港元 就有一輩子 但這裡是1000日圓 價錢真的很吸引 而且剛才不是跟大家說 還有一些折扣的 不用再去很多人排隊 很出名的Pancake店吃 過來這間吃 幫忙吃 導演你幫忙吃 我吃不完 稍後回來帶大家走 市中心的小眾文藝路線 中旗丁 還有就是和爆肌南互動 放鬆大阪夜生活 現在的年輕人最喜歡在哪裡呢 就是過來梅田站 附近這裡的中旗丁去逛街 附近有很多咖啡店 中古的店 還有很多沙律 今天我們的目標 就是來到這間 引氣非常高的咖啡店 去試喝咖啡店 早上10點 我要做第一個人 我去排隊 做不到第一個 我也做到第二個 這間咖啡店 平日可以排在街上 那麼長的 現在我們就最早過來這裡 10點開 10點再過來吃 它是一個啤梨型廠的招牌 其實在東京都有分店 但是大阪這邊 就是因為這個地方 在中旗丁附近 所以就更加更多 後生仔過來 這間店會排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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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特別 是用石頭做成的燈 我想上去看看二樓是怎樣的 很溫暖的 很溫暖的感覺 這裡還有一個位置可以看到一樓 但是玻璃是放在地上 這張桌也很棒 是整棵樹洞 這裡有兩盞很可愛的燈 它的形狀有點像拔的長條麵包 大家看看這個炸豬扒三文治 真材實料 豬扒厚得不得了 看看 這麼厚肉 怎麼有驚喜呢 膽膽肉 想不到這個小小間的咖啡店 裡面有這麼棒的厚炸豬扒三文治 它的豬扒炸得剛剛好 所以它又不會乾燥燥 很汁 然後又有很軟熟的肉 最重要就是夠大件 因為我看到導演那份 都非常吸引 所以我借來試吃 這樣就不還了 這個整個漢堡 它就和我剛才那款 其實我想應該一樣 很棒 它只不過有多了牛油果 一個這麼大到整條上 這個調味更惹味 醬汁呢 再甜點 還有濃味多一點 原來醬汁都不一樣的 我覺得其實下雨呢 感覺都挺棒 很浪漫 好像在拍電影一樣 大家來到中期 這邊看到的民居 全部都是由疑似大戰 留下的 很多人在20年前 就開始去活化 改建它 成為一些咖啡店 所以就從20年前起 這邊就變得很興旺 這間又是其中一間 很出名的咖啡店 好 現在我們這個世代 最喜歡喝咖啡 世界各地 都有很多不同的咖啡店 這邊都有很多不同 主題的咖啡店 可以讓大家去探索 來了來了 它這間店的特色甜品 它是一個布丁 加一個雪糕 我覺得它有點像富士山 因為上面的雪糕 就代表冬天下完雪的富士山 雲尼拉雪糕 還有它淋上了espresso 對於餐廳 我覺得咖啡店 是一種文化的體驗 因為他們通常店 很多店都會把咖啡店 做得很漂亮 很有不同的特色 那你可以去不同的咖啡店 打卡 所以打卡咖啡店 可能就會是 你一種旅遊的流程 這裡很棒 要自己慢慢穿越 去找你喜歡的店 好,很棒 在深山橋這個商場的七樓 有一間吃綠茶雪糕的店 它的綠茶雪糕 由淡到濃味都可以選擇 這個味道是最受歡迎的 最濃的那種 你看看,已經沒有了 所以我們快點點吧 我們試試兩種口味 一個口味是最濃的 第二個口味是最淡的 兩種口味是990日圓 這個就是現在網絡上打卡 很流行的綠茶雪糕 我們選了一個 最濃的口味和最淡的口味 這個就是最大的對比 怎麼辦 應該吃哪種味道更好 不會影響哪種味道 我應該先吃最淡的 這個就是很淡的綠茶味 加上牛奶味 牛奶味比較重 比綠茶味更重 旁邊的這個呢 我上網看,看到有人說 超級苦 苦的… 它是又苦,苦得來 現在接近喉嚨的位置 就開始更加苦 不過個人來說 可能選擇中間的不淡、不濃 中間的綠茶雪糕 那口味應該剛剛好 我知道了 現在有兩種,我混合它 可以中和苦味和加重淡味 現在就剛剛好 自從我大學畢業之後 就比較少夜蒲 不過今晚呢 導演你說的 是有得看貓 我最喜歡貓 家裡也有兩隻 是嗎 我們現在在哪裡看貓 我覺得這裡看暈了 不見後面有貓的招牌 我們現在去哪裡看貓 等一會兒 等一會兒 好,那我等你帶我去 走吧 好 哪裡有 這個不是 對 筋肉男子巴 甚麼事?有我看貓 你現在甚麼事 這是哪個牆 看到男士牆 扮貓是怎樣 可以嗎 3嗎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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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說帶我去看貓 現在這裡也不是看貓 這是肌肉男子巴 因為他們2月22日 在日本是貓貓子 所以他們這些肌肉男子 全部都是做貓貓 我們今天過來 是1,500米的30分鐘 即是… 觸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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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肌肉放齊… 對 這裡有個說法 如果你說得他英俊 你別穿他英俊 對,這裡是…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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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場這裡有很多女生 每個女生都會過來這裡 去找牠們貓 在這裡你可以請牠喝酒 叫牠生炸果汁 不知道牠們怎樣生炸 待會我們試一下 還有很多服務 在菜單上會有不同的服務 我其實很緊張 所以我就看牠們 究竟是否真的這麼大隻 每個人都… 撞了個膽子 我現在不怕我的手臂 我…我不怕 我可以 我多喝兩杯 我剛才可以說 這個環節只是給我開電視的觀眾 請看 本身氣溫很熱 牠們炒熱了牠們 全都是小鮮肉 牠們在做甚麼 我太尷尬 我在白玩電話 其實我的視視是看著牠們 牠們要跳三首歌 而且牠們會穿位 我沒試過跟這麼多人 這麼多猛男握手 現在是拍攝的 太好了 這是… 我問牠 是否每天都會吃雞胸肉 牠說每天都會吃一公斤的雞胸肉 還有1.5公斤的飯 然後牠每星期都會吃禮拜日 牠把我的臉弄到 牠真的…牠搶到爆發 牠的感覺 牠搶的橙汁 全都炸在我的身上 很厲害 完了?我覺得不夠厚 我們有錢 我們有錢 好 來… 1 2 1 2 1 2 2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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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集 我們去找大阪超人戲 女子偶像團體聊天 感受最強日本打擱文化 日本科技越來越先進 了解一下 一起跟上時下電子潮流 隱藏在南坡的背後 就是這條迷你版的小京都街